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昨天呢,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了一篇比较好玩的文章 是那个知名的作家赫拉利写的,也就是写那个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那位 那昨天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说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写的还不错,我给大家传达一下精神 他说啊,现在呢,主要是社会进入了一种紧急的状态,一种特殊的情况 所以呢,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平时呢,有一些决定要花好几年才能通过的 现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因为救急嘛 还有一些不成熟的药物啊,或者技术 也是都是没有通过试验好,就已经进入市场用在人身上了 但是人民不会抱怨这种违反流程的行为 因为死马得当活马医 如果什么都不做,那造孽就更大了 比方说现在法国,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你得带一张申请表 你要去哪里啊,去干嘛呀,去多久啊 那不遵守法规的人,乱出门的人呢,就要被罚款 那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啊 都会认为这个呢,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疫情一旦成为一种长期的传染病 那么怎么可能让人长期不出门呢 因为没有人工作,整个社会经济都会停止 大家都饿死了呀 所以一旦进入长期,到了一定的阶段 就算病毒呢,还是这个样子 不能有效被控制 政府呢,也一定会放人出来的 但是为了不让病毒乱传播 政府必须加强对每一个人的监控 这会就会要求 这个社会上的各大平台啊 协助配合 一起对大众进行监督 比方说 如果现在有这么一种手环 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打算去个超市 他告诉你啊,你现在别去那个超市了 因为20分钟之前有一个人来过 之前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患病了 现在他被确诊了 所以呢,他提醒你不要去这个超市 而去另外一个超市 或者说呢,告诉你说 你小孩的老师啊 昨天刚刚和别人一起吃了个饭 但是呢,这个人今天被检查出来 确诊了 所以建议你立即去幼儿园 把小孩接回来 而且明天也不要再上去上课了 那这样的手环你要不要呢 我猜很多人呢 应该是会要的 就算是花钱买 也是想买的 因为毕竟可以买到很多的信息 也可以避免自己的命出问题 对不对 那么问题来了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就完全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 你的一言一行 你想什么 都可以被政府随时随地 或者这个平台随时随地的调取 这样就得出卖了你的隐私 可是你在隐私 保护自己的命当中 你怎么去选呢 要是换我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自己的命 自己的隐私算什么呢 而且我相信 可能很多一部分人 都会为了健康委屈求全一下 因为毕竟相信 这个病毒呢 是一个短期的 而不会变成一个长期政策 但是啊 作者说 最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 是如果有一些国家 一旦尝到了这种 由坚持带来的甜头 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可以用一些很堂堂正正的理由 来告诉你 啊 你最好是一直佩戴着吧 比方说 你家里有老人吧 那让他们也戴着 随时可以量一个心跳啊 心素啊 血压 还有血糖 等等吧 然后告诉你 你最好也戴一个 这样 你父母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能够第一时间联网收到 那就能第一时间急救了 或者告诉你 啊 现在又有一种新的病毒要来了 比方说阿波拉病毒 他又要卷土重来了 所以你最好用起来 以免被传染 那这样 未来 你我的命运呢 就掌握在这群 拥有信息 拥有数据的人 或者这群平台 或者这个政府的人的手里了 那这个呢 是作者所比较担心的 那说到这里呢 肯定会有观众 感觉有点绕 哪里来的什么手环吗 你是在给我读科幻小说吗 不是的 作者呢 他主要想表达的是一种忧虑 也就是担心政府利用了所谓的一些紧急时刻 把一些平时想做 但是碍于程序 做不了的事情 现在把它合理化 趁这次事件呢 把它固定下来 合理化 比方说 新闻制度啊 财产的征用啊 公共政策啊 卫生政策啊 还有经济政策等等吧 那隐私呢 只是他举的其中的一个小部分的例子而已 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知道有个城市 他一直想在市中心啊 装那个安装摄像头 来降低犯罪率 但是呢 因为涉及到隐私问题 他就不能装 现在好了 病毒危机来了 为了保护警察的健康安全 不应该让他们去冒那种不必要的风险 去巡逻 那他们不去巡逻了 公共安全怎么办呢 所以赶紧装摄像头吧 这样警察的安全 民众的安全 也都能保证到 那危机之后 这些摄像头插还是不插呢 这就要看政府的良性 和执法机关的博弈了 再比方说 某个国家 他用两万亿美元刺激经济 里面包括为小企业提供 三千五百亿美元的贷款啊 还有一个什么五千亿美元的基金啊 然后给人民 给儿童 给夫妇发钱 那我认为这样的急救 肯定是必要的 那经济计划出台之后 美股就暴涨 那这招就有用啊 但是用一次不怕 怕就怕 里面的一部分 出于一些政治利益 就这么固定下来了 成为一种长期政策 比方说 为了美股 维持美股不跌下来 那动不动就撒钱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货币增发 东西涨价 那这样你能接受吗 总之啊 一个政府 很有可能会以这次疫情啊 为一个机会点 把一些临时的措施固定下来 监控你的隐私呢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而更大一些范围的 是包括从新闻审查 财产征用 刚刚我也说过 经济政策 公共安全政策 等等吧 那这个呢 也是我认为 他这篇文章当中 最最精华的部分 那作者还说了一些别的东西 比方说 要建立民众和政府的 信息和信任问题 还有各国之间 应该加强合作等等问题 那我我个人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 就是一些比较大陆的言论吧 但是也欢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原文 那最后呢 要帮一个热心观众做个宣传 他说啊 有个武汉的志愿者团队 在招募各国的志愿者负责人 那这个团队呢 叫做美德 当初呢 因为武汉接到非常多的援助 疫情控制住之后呢 多余的物资 他们想捐回给海外 同时呢 也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进行新的募捐 瑞典目前呢 还没有这么一个负责人 各国的负责人工作呢 主要就是 搜集瑞典华人 但也不一定限于华人的 抗疫期间的需求 帮助对接中国方面的供给 提供援助 要是大家有兴趣 做这么一个义务工作的话 我可以帮忙转达 我是小晴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 请留言 另外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